連接世界奮起台灣TVBS30 鞍燒魚 五顆雞 芳肉爐兩炒大魚 八十雞 三四米 紅燼米糕熬魚飼 哇 好餓喔 小時候肚子餓的時候 我們常常這樣沒有意義的練 企圖用這樣的想像來填飽肚子 但是你知道嗎 通常是越想越餓 其實這些菜名並不一定每一樣 我們都了解 比如五顆雞到底什麼挖鼓手 到現在為止我大概搞不清楚 這些名詞其實都來自葉宜的廚師 父親手寫的菜單上面看到的 父親做了那麼多年的葉宜廚師 開菜單的時候常常錯字連篇 但是錯字連篇好像是台灣中婆的專利 反正他們自己懂就好了 那天我們決定去拍攝廚師 第一眼看到他寫的菜單 把豬腳大麵的麵寫成緬甸的緬的時候 我好像又看到父親的菜單 中婆塞 南部叫豆季 對不起 豆季這兩個字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怎麼寫 或許是人為刀廚我為魚肉那兩個字吧 誰也不知道 不管怎樣 今天我們所要採訪的這位 豆季或是中婆塞先生叫做鄭子健 他從小就跟爸爸走江湖賣廚 現在聽說是南部七餐期的中豆腮 請注意是中豆腮不是中破腮 他說你們不要以為做豆季一天到那樣 吃到胖一胖叫我腿腿 沒有這回事啊 很辛苦了 有時候人家廟裡面一大早要朝拜進鄉 他們要負責早餐 就得半夜兩三點就起床準備 他說跟他們電視公司這些人閉起來 我們也沒有在外面 尤其是碰上好日子的時候 一天煮四餐是家常备飯 他說自己像7-11 不過如果是到小夜 就是農曆的五六七夜的時候 一個月還辦不到兩三桌 通常這些時候 豆子就會問小小的四家去圖 到處看看有什麼地方好吃的 去吃吃看 順便研究一下別人的菜 他們說這叫做在職進修 台灣人有一句俗語說 土水債夫怕餓老 中泡債夫怕餓老 他說這句話也不一定對 中泡債夫不一定怕餓老 你以前出來就好了 他說中泡債夫最怕的是配菜 菜要好看 人家吃得爽 煮人有面子 自己又多少賺一塊 這個很困難 他這樣說著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臉上露出得意 甚至有點驕傲的笑容 就像父親 半桌時 只要有人讚美他菜好 即便自己墊了一堆錢 好像也沒關係 他說 這餅餅 那餅餅 那餅餅 晚餅餅餅 探餅就好了 鄭先生最大的場面 是一個人辦過一百多桌 好像是一個縣義員 許媳婦 天天煮東西給別人吃 而且辦過這樣的大場面 那我們這位煮賤菜回到家 到底煮不煮呢 太太煮飯 妳在那裡煮嗎 太太煮飯 太太她 她當時 人煮外 女子內 她當時就像說 我們男人比較辛苦 她就煮在那裡 我們太太本人 她有在中泡債 這我都二十幾年了 這樣嗎 當時你煮飯嗎 一半一半 你沒煮飯嗎 你沒煮飯 你會煮嗎 沒有 我沒煮 你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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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煮飯 年街時間 奮起台灣 TVBS30